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有话要问你 贵安 女士 这里是王室舞会 请你保持优雅 啊 舞会是流火王室的传统 而且 只有拿到邀请函的贵族 才能进入 你 一定也收到了邀请函吧 我其实没 不管你要问什么 这里都不是合适的场合 看 尊敬的维雷尔亲王殿下也来了 他掌握着流火的龙金贸易 富可敌国 还是女王的亲舅舅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最重要的是 如果他不想让你追查一件事情的话 你就绝对查不到 你是说 叛利的事 抱歉 我还有公务在身 要离开一会儿 这个舞会上的人都不简单 我建议你和他们聊聊 一定不需此行 我们又见面了 这位正义的小姐 想必你已经对流火王国 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没错 比如你这种人 并不能代表整个流火王国 请注意您的措辞 我只是在规则下 赢得我应有的荣誉 那是连女王都不赞同的做法 更谈不上什么荣誉 绝对的力量 触救绝对的荣誉 认同你观点的人 只有流火的少数贵族 我只是好心提醒你 不要站在错误的一边 西泽尔 西泽尔对亲王的挑衅 不过是以卵击石罢了 他会血本无归 像十几年前一样 一个失识的王子 长大后倒在攀爬权力之风的路上 真是个没有惊喜的俗套故事 即使是你 也能感受到这里剑拔弩张的态势了吧 特洛伊车场与流火王室 为什么一副水火不容的态势 准确地说 是西泽尔和维利尔彼此看不惯 维利尔掌握流火的财政大权 但特洛伊车场例外 它隶属于女王辖下的特洛伊投资局 原来他们并不是铁板一块 特洛伊车场要突破技术瓶颈 需要大量的高纯度龙精 但按照惯例 请注意 是惯例 是惯例 不是规则 维利尔亲王一定会把新发现的金虎也据为己有 这会将西泽尔逼上绝路 这个舞会上怎么这么多谜语人啊 谜语可以被视作是一种加密后的情报 为什么呀 不能好好说话吗 因为情报是战争的孪生子 即使强如特洛伊车场 也并非坚不可摧 无论是王室还是车场 都不希望对方能预知自己的下一张牌 如果我在情报站上输掉一寸 特洛伊车场就会在全局输掉一尺 毕竟最坚固的堡垒 往往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这个舞会的氛围实在是太奇怪了 一群人坐在火药桶上 三位正常才是件怪事吧 好危险的比喻 想要摆脱危险吗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那就是远离危险地带 如果你在的小帆船即将撞上巨箭 想活下去的人 都知道该怎么做 西泽尔和这个人之间的气氛有点怪异 我来装成路人听一听 好久不见 特洛伊车神 如果经常见我 对您来说恐怕也不是什么快事 最近几个季度 特洛伊车场的利润增速 似乎令人担忧啊 新发现的金湖 据说还没有确定归属 这些龙精若是为特洛伊车场所用 清王关心的利润增速问题 自然迎刃而进 柳火龙精 官舍基建 是王国命脉所系 其归属问题 当然要在王室会议上商议 不是你我两句话能决定的 这不是聊正式的场合 严禁于此 看来这两个人在争论 新发现的金湖的归属权 看来这两个人在争论新发现的金湖的归属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